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北狼集团死灰复燃 重现江湖 再次掀起一波腥风血雨 而王子齐饰演的警察楚一涵 为了寻找母亲 林科 主动请应作为卧底潜入西北狼集团 在当年西北狼知情者的帮助下 一步步渗入集团的核心 在这个过程中 她却机缘巧合下与苏晓彤饰演的古兰娜 产生了一系列交集并互生好感 在险象还生的种种情境之下 二人终于拨开重重迷雾 彻底粉碎了西北狼集团的故事 官方除了宣布演员阵容以外 还配文黑白较量 热血难凉 正义荣存 静待曙光 同时 这也是该剧首次释出官方物料 每位主演的单人剧照都处在不同的场景中 各自的表情 动态也都截然不同 可以说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曝光的单人剧照中 王子齐饰演的楚衣汉身穿浅色牛仔衣 内搭一件黑色T恤 一脸凝重 并举枪指着前方 亚人不禁好奇 她正在面临怎样的贬境 从这一点看 王子齐和苏晓彤还是很搭的 都是在险境面前面不改色的人 亚人非常期待这二人在剧里会有怎样的精彩细分 这次黑白密码官方曝光的首部物料 充分显示了角色的鲜明特质 黑白相处之下 暗流涌动 全员都被卷入一场无法避免的迷剧之战中 巅峰对接一触即发 将观众对该剧剧情的期待至直接拉慢 而且更让大家激动的消息来了 至于网友爆料 这部黑白密码的拍摄周期只有三个月 也就是三月底到五月初在长洲拍摄 之后再转场去西北 大概拍到六月初的样子就能杀青了 也就是说 这部剧马上就会迎来杀青 甚至快的话 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 就能上映和大家见面了 各位小伙伴们激动吗 除此之外 这也透露出另外一个讯息 那就是剧中的取景一定会非常真实 再也不用看抠图剧了 而且剧里的西北狼 密码 枪战和破案等元素 每一个都非常吸引大家的目光 让人万分期待 老师说 看了这部剧的剧情简洁之后 小编心里突然觉得 这部剧的设定应该不会是警察卧底 和犯罪集团头目的千金之间的爱情吧 亦或者 两个都是卧底警察的孩子 你希望是哪种呢 不过不管两人在新剧里是哪种关系 总之 王子齐和苏晓彤这次 是圆了众多处于CP粉丝的梦了 自从俩人二大合作的消息正式官宣以后 粉丝们无不都是激动的奔走相告 恨不得告诉全世界 我客的CP终于二大了 虽然没有等来《御刺小五座》的第二部 等来二人的新剧也不错 而且还是现代警匪题材的剧 2021年 由王子齐和苏晓彤主演的《御刺小五座》 其实就是一部三无探案网剧 却在播出后收获了一大波粉丝的喜爱 居士者众多 甚至让鹅场都注意到了这部剧 进而大力度地宣发 完成了一小博大的大逆袭 一举其升2021年年度大剧行列 而苏晓彤和王子齐组成的《楚鱼夫妇》 也成为网友心目中印象最深 也是最受大众喜爱的CP 就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 本以为这部剧最多是个青铜 没想到竟然是个王者 真的是太让人惊讶了 而且从整体来看 这部剧的剧情节奏很快 丝毫不拖沓 逻辑沉密 案情也是分析的有理有据 整个故事如行云流水般自然顺畅 除了剧情方面 这部剧做得到位之外 该剧的浮化道也是值得一夸 剧里人物的每一套造型 虽然制作算不上特别精良 但也是非常尊重历史 而且在细节方面 让人非常感动 就比如萧锦鱼身上的服饰 剧里有一段 是她和楚楚其他老家的片段 虽然不如她在长安的花柜 但也是低调奢华 有内涵的 外面服饰可能咋看没什么区别 但她里面的衣服 却是说明了其身份的不一般 让人堂木 还有 就是这部剧整体的滤镜 尤其是拍晚上的戏份的时候 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蜡烛 光线非常自然 符合当时的环境 虽然这是一部悬疑剧 但还是少不了甜甜的爱情的 只不过和其他言情句不同 该剧的男女主角 只是在查案的过程中 顺便谈了个恋爱 并没有因为谈情说爱 就忘记正事 或者被情爱冲昏头脑 两人其实都是事业脑 偶尔 即便是萨克堂 都能让一众网友 听到尖叫 却一点都不觉得腻外 男主萧锦鱼 外号小金鱼 堪称 公俭法神言 从头到尾 他身上都透露出一种 静域的感觉 好气 浩然正气 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礼貌真诚 又有着尚未者的 淫贵自信 对女子又有着 难能可贵的尊重 平日里温文尔雅 但当他喜欢上楚楚以后 又总会不自觉地 透露出自己对他的关心 甚至还会向男二 景青讨论 怎样讨女孩子换行 虽然闹出了很多的小意外 但让人越发感受到 他的可爱之处 比如 他按照景青的建议 给楚楚买了胭脂水粉 还送了他鲜花 结果楚楚却说 五座不能涂抹 研制水粉 不然会影响工作 至于那束花 则被他扔到了 干水桶里 萧锦鱼看不明白了 问景青吧 他也不知道 还是女儿冷月过来 好心给两人解答 说楚楚这么做 是因为那束花 是用来为猪的 还说 如果萧锦鱼想要追楚楚 最好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来 毕竟想要讨楚楚 换行的人是他 从这一段能看出来 虽然萧锦鱼喜欢楚楚 但是萧锦鱼出身高贵 但他在感情方面 招式是一个冷透亲 因为性格原因 他和楚楚之间 即便有误会 也不会延伸太久 通常很快就说清了 就比如前面说过的 送礼物事件 比如他明明被楚楚 气到吐血 但还是会和他 说自己的想法 萧锦鱼当然也会发脾气 在该局快结束的时候 当他发现自己的老师 竟然是幕后的大boss时 当他发现 他的老师想要害楚楚时 他曾发过脾气 只不过在面对楚楚的时候 他又会努力 克制自己的情绪 很明显 他是将自己对女主的爱意 藏在了细节里 因此才会更让大家上头 萧锦鱼和楚楚之间 没有什么狗血的三角恋 也没有误会和强行煽情 有的是两个人相互信任 并肩努力奋斗工作 再加上王子齐和苏晓彤的演技 都十分在线 让人忍不住期待 这两人赶快二大 但没想到 大家的愿望 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还是在520前夕官宣的消息 还被网友戏称 两人不愧是公检法CP 边和恶势力斗争 边谈恋爱 从古代公检法夫妇 变成了现代公检法CP 让人不由的期待 这两人会在新剧中 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让我们一起坐等官宣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 谢谢大家